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八字天论》 陪着大家的有我Amy 还有身边的唐中信师傅 师傅我相信有一个话题 一定要有很多女士 特别是喜欢拿着本名判 就是问你问题 大家应该都一说女士 有关于爱情的因缘的问题 师傅 我有时会见到 身边有些朋友都非常幸福 一生都会找到一个很疼自己的人 接着就结婚 接着就慢慢共鞋连你 甚至乎到老 其实这些名租 可否在《八字》中看到呢 看到的 只不过就是 传统上女性是受保护的 对吧 而她也没有什么寄托 除了我老公之外 对吧 那就特别衰索 但现在其实男女平等 男士也很需要爱情 女士也很需要 甚至为了爱情付出很多 很多 超越自己所有都有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 戀爱 就是双方 而且其实不是用钱先走 正常 对吧 就是要大家自动度合 同声同气 互相欣赏 要是这些才是交流性 对等性 才能谈得上幸福 不幸福 如果你用钱走 可能会失了味道 大家要知道 我们说的戀爱 钱不是摆在第一位 好 我们就看看这些幸福 对吧 男男女女的名租 对吧 顺顺利利 一个合眼缘 然后拍拖 然后结婚生子 到最后 这些是我们叫做幸福 对吧 对 没错 那我们要如何 当然 男性和女性的恩怨性不同 旺悦也不同 要求的东西也不同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 戀爱顺利 如果男性新约 这是男性来的 新约 新约是财星坐日之 财星坐日之 新约好像是忌神 可能要牵挂 要他特别重视、爱护 但这是爱的表现 没有说他不好 或者他喜欢玩 你不爱他 所以我们不分器技 但他坐在这里那么稳固 而新约只要你看到有鼻 有人 他自己可以 遮这些魂 起神透光 对吧 那便会平衡到 如果新旺的话 我们看看新旺又如何看 新旺也是财 更好 新旺财错起神又如何 就是妻言多助 对吧 现在不一定要结婚 很多拍马拉松 不结婚也可以 总之你一齐固定 大家认同是便可以 都会帮你的 对吧 妻言多助 新旺 这个很明显 比星秉丙头肝 用财观 自己又有能力 对吧 女朋友或者伴侣 又可以帮到自己 以前叫旺夫 对吧 和义指不讲 但我们只是讲戎爱 这个是身旺的状态 男生是这样的 我们谈谈女性 对吧 女性好像关心一点 女性特别留意这个问题 对吧 那我们看看女性 很紧张一点 如果是 新旺的女性如何 新旺的女性 我们就要找印 最重要了 是新藥的女孩可以享福福的關鍵字 如果新藥沒有人, 想享福福是困難的 當然有印, 還要看擺位 所以擺位一定是在呼功 為什麼不是擺一個觀星? 因為觀星是忌神的, 是嗎? 他擺在那裡, 他會欺負我 直接坐著 是啊 但是如果印星坐在呼功 觀星是天性生印的 那他是不是比較是醫戀 行醫戀住的… 家裡 對, 家裡, 或者他可能去其他地方找吃 但是心在這裡, 這個才重要, 是嗎? 如果再合上的日煮就更好 當然, 如果你又要合上觀星入日煮 恩愛, 有時候都要去其他地方找吃 經常黏著你, 是嗎? 經常黏著又不好 就是家底厚, 不用去找吃而已 所以有時候福人不能養盡 當然, 如果印星透光冬根 那就完全沒問題了 一定要向呼吸 一定不透光 那我也可以… 即是向呼吸 問題是… 如果我透印, 天乾的觀 也可以變成喜神 自己的吸數比較高 愛吃你的老公又吸數比較高 那就相對抑象了 非常好 至於身旺的女生是怎樣的呢? 身旺的女生又不同了 身旺就是… 印就不要坐… 因為身旺的女生是忌神 沒錯 那要怎樣呢? 觀… 即是觀坐在敷江 或者你勇殺也可以 總之就是苦聲就坐在敷江 那你又不怕欺負嗎? 那說明是身旺 不怕你欺負 起神 沒錯 你起碼可以互相尊重 而且如果你有財 財官 自己又有本事 那老公不敢欺負你 因為我們說 如果觀坐在一日之 他會欺負我 因為你身旺 他欺負不了你 大家可以平衡到 自己有勢 他不敢欺負你 他會尊重你 起碼相敬如賓 和可以同步 例如你自己有事業 或者你幫助的配偶有事業 是嗎? 那就可以有福同享 是嗎? 有福… 有難同當 一起好、一起不好 亦可以因緣、持久 還有可以同步 亦是一個順利的特點 所以一定是新藥就印 新旺都是財官的 問題是擺位 如果放得好一點 那就順利一點 總之就是命底有 是等運到的 對, 運早運遲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命底有幾時 就算怎樣也好 都會給你 好, 剛才這些例子 就是印緣、運順 是的 但是也有些例子 我認識有些人 是 他們拍很多次拖 可能都是不開心收場的 但是終於拍很多次之後 遇到一個收成正果 然後共鞋捏你, 到老 這些八字命底有看得到嗎 也看到, 但我有一個概念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的經驗裡面 通常這些情況 人當然是希望看高處 希望找到圓點 更好 對, 只差點又找一個更好 這是正常的 但是往往忽略了 原來身邊有一個在這裡 多數的 失意的時候就想起他 到又有新的時候 他又忘記了他 有新的發展 怎知道這些多數是甚麼呢 就要經歷了一些不如意 譬如你拍十次 第十一次才記得他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拍五次好了 第六次找回他 那你便縮短了那條路 很可憐 這個情況在命理上 譬如你男生 男生身旺 早早走財運 早走財運 就是有女生 可能二十歲已經走財運 沒錯 可能再早一點也行 十多歲 但是拍極也不進 你身旺 可能被劫寵 就無法進入財運 中年之後 扔著走回比劫運 好了 那就沒那麼多了 選擇少了 突然間 我之前十幾個 突然一個都沒有 你就可以靜下來想一想 我們叫做修心 破了你那些 都不是真的因緣 修心 然後再走甚麼呢 走比劫運 然後再走甚麼呢 就是那個日柱 是日柱、縫合的榴槤 這樣留意 那些可能在那些榴槤 找到良緣 甚麼叫日柱縫合 舉例 日柱就是柱 對吧 譬如你是夾子 日柱 縫合走甚麼呢 走比劫運 走回人運、甲運 然後有十年 那裡面會有甚麼呢 會有幾丑榴槤的話 那些榴槤就要打三個圓圓 甲幾是否合 是 而且這個是財星 財星雷合 紫丑有合 那這些榴槤就可以找到良緣 那身藥呢 身藥的男生 多數是財多身子藥 對吧 那財多就說我很多 對吧 但那些是忌神來的 不能進入的 那要走甚麼呢 要找回比劫運 賦身納財 亦能覆到良緣 就帶運榴槤也可以 好 那就不用一定要奉合 女命又怎樣 女命不同 那些聲音當然不同 女命如果身旺的話 本身身旺是雙食重 雙食重是起神的 當然要求高 眼角高 你又年輕眼角高 可能找不到她 適合她的標準 那她要走回財運 哇 雙食身材 財就新冠 立即平和了 把窄勢條件調整 就可以覓得佳偶 這是新旺的 新藥的女生 多數拍攝這麼多次都不醒 就是因為她新藥觀察寵 因為新藥觀察寵 她很想戀愛 戀愛極 因為她印輕或沒有 你進不來 直至要走回印魂 觀察新印 引新我 也可以覓得真因緣 好,剛才這也叫做找到 修成正果 也有一場拍攝了很多次 但最後仍未找到 仍未修成正果 又有名造看到嗎 看到的 如果在命中有這些特點 其實都很唏噓 有什麼特點都很容易看 觀眾留意一下 看看自己 或者親友會友 你就要做好心理建設 例如我們舉個例子 這是男性 夾日煮 夾日煮不要緊 最怕是月、乾、頭、甲 這是給你的 而這是財星 如果財星合我 在這裡的話 就好了 是 但現在不是 根據乾、乾、乾、有、嘴 這個財政一定跟人不同 不同日煮合 你想想是否容易 拍來拍去 被人欺負了 被人欺負了 為何會被人欺負了 可能你的運勢 有你走極都是走木運 你欺負了也輸 你每次被人欺負 其實挺可憐的 好,除了這個例子 還有沒有第二個例子 有,我財星先被人欺負了 是嗎? 天乾 日煮是配偶 是 慘了,你看看 人害欺負 是嗎? 又被人欺負 對,人害又欺負 是嗎? 欺負 欺負贏或欺負輸是另計的 但起碼欺負的機會 不斷欺負也不能穩定 所以也不是一個好現象 女命方面有甚麼要注意 女命是一樣的 總之你看著月乾 千萬不要跟我同樣 旁邊就是那個官星 是 你肯定不行 這個官星一定要等在這裡 就穩定了 差很遠 那個位置擺不同已經差很遠 怎樣也差不來 怎樣也差不來 因為你的命底一定在這裡 你說我行官運行不行 都是先跟他合先 他先跟他合先再跟你合 那就糟糕了 是嗎? 你次選了 不受歡迎 不高興 好,另一種又是日資 是嗎? 是呀,日資又是被人欺負 我被人欺負 就是我值錢 我的判案被人欺負 那你就要跟別人 就是你參與競爭 凡是要爭 就算讓你爭贏 其實也有一條刺 我們一輪都是論兇的 爭輸的機會更大 好,以上的都叫做 有拍拖經驗 但還有一種就是 我等了極了 都沒有拖拍 沒有姻緣運 這樣看得到嗎? 這就不知道哪一種比較差 有得拍就拍不成 是呀,一定沒得拍就好一點 其實兩種心情都不同 但還是不好,是嗎?當然 很簡單而已 越想拍就越沒得讓你拍 難命無才 無才,是嗎? 命底無才 無才,你要走什麼運呢? 我跟你說,你要走什麼呢? 走比劫運 是嗎? 走比劫運 比劫榴槤,找印榴槤 這樣也可以 那就沒有了,對嗎? 如果是女命的話 女命一樣 沒有觀察,命底 沒有觀察 或者很輕在洗魚氣那些 都沒有了,對不對? 然後走什麼運呢? 雙食 雙食運 比劫榴槤 比劫榴槤 比劫榴槤也可以 或者是比劫運,雙食榴槤 那你真麻煩了 那你怎麼進去呢? 你知道命已經輕了 你還走這種運 那你真是想… 不要說拍拖 烏鷹也沒有,只是拍下的 分分鐘 就是這樣 好,這時候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找這個 有因緣出現的年份 記住留意 對 回到第二節的八字天輪 通常未有拖拍的朋友 都很喜歡買一句 我什麼時候緣分到 什麼時候有真命天子出現 這樣 其實會否看到哪些年份 會出現這個因緣呢? 當然會看到 是不是怎樣給人意見 你要掌握時機 蘇州過後沒有停 隨便回答的 當然會分男女的名字 男的名字呢 男的名字是甚麼呢? 你記得嗎? 男的名字 男的名字是財星 沒錯,你找大運 你會找甚麼運呢? 首先第一個 找財運 對,找財運 特別是新旺那些 財運起神 可能由發達娶老婆 一起來的 挺好的 財運 正偏財都可以的 要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在命底 正財為妻 偏財為妾 沒有正財都用偏財做妻星 但走運就不用理會 例如你先走偏財 還是先走偏財 只走正財 就沒有了 走偏財先取妾時先 走偏財先取老婆先 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譬如我們走偏財 偏財運 是沒有問題的 不要坐偏財就行了 那你就有緣分到 最好是天干 因為天干是明明看到你 透上天干 沒錯,透上天干 下面是吃財 不如吃財 這樣就可以了 榴槤就不一定有 又見食材 不用的 最好是甚麼 就是可以合日煮 像我們剛才說的 用甲子 多醜 在這個大運 或者是多醜大運 出去扔轉 多醜大運 才升透乾的榴槤也可以 兩種都可以 因為你沒有規定 一定是哪一種 總之就是大運 因緣升到了 或者是大運合了 是不是 你扔轉來找就可以了 很容易找的 當然,你找到就找到 成就的因緣 能不能夠去到白頭 即是… 白頭到老 對,白頭到老 這個就是要 還有其他因素影響 但起碼我… 我是曾經擁有的 是吧 好,男命就是這樣 女命 女命因緣升 即是觀察 那又應該怎樣看呢 對,一樣都是一個道理 對,譬如我行合的 合這個日柱 譬如你這個是月某 那樣 那樣你便是羹 羹蜀 是不是 天合地合 嗯 天合地合 日柱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還要大運 然後就大運了 那你便可以找到這個榴槤 是那個… 這個還對 這個就是生有得 生也可以的 筋也可以,身也可以 那就是那個… 升了 那你說,衝的 那沒所謂的 衝也可以,合也可以 地之刑也可以 但當然你是當婚之年 你不要六十歲才來衝刑 找不到面子 對,多數是第三處 現在當你遲婚二十多歲 三十歲,上下結婚 在那附近找 那兩處找 衝也可以,營也可以 當然,如果是合,就會和諧一點 但有些恩緣是不是圈家不罪頭的 是,打打打打打打 你不能否定那些是 總之,那個重點就是 那個恩緣星的大患,合的榴槤 合的大患,恩緣星的榴槤 都是顯示我們能夠有一個緣分度 容易找到你的能夠真命天子 那一剎那曾經擁有 是的,但有個問題就是 其實海真命天子 或者其實我們看過的八字 看不到那個真命天子是怎樣 找到他就捉住他 捉不捉得住就沒辦法了 你當然是想捉的,是吧 是的 你的意思是找到他的公位肥瘦 運動型還是書生型 活躍還是沉默 其實簡單,我們論五行 我們粗略可以和大家說 但因為我們有分新禍 有分新禍,有分新禍 有分藥極,禍極,有分中禍 其實有很多種狀態 其實是需要專門討論的 我們有機會再做這件事 和大家詳細分享 但現在我們問到這個問題 Amy,我們簡單回答你 大家就知道 初步地學習一下 對了,配偶不為五行 五行就是金水木火土 配偶說明男人就看財星女命 就看你的觀星 如果這個觀星當然有一種五行 你的觀星可能是木,可能是水 好了,那你就有這些特點了 那金是什麼呢 金是姓江,江 那樣東西起露比較盈餘式 你容易觀察到 但又講義氣,很受朋友歡迎 這個很少是她遷就你的 你遷就她多 所以作為情侶 你以油濟剛就容易相似 那如果是水又怎樣呢 水又油,你給圓的瓶就圓了 給扁的瓶就扁了 潤蜜無聲,我們這樣形容 心思很文折 很細膩 小小事都很感受心 感情又豐富 所以最好是怎樣 你就要照顧別人的情緒 說句話 不要大聲一點 嚇到她的心 要記住,就會和諧 那木又怎樣呢 木又直 因為要向上生 木又直生法上盡 木主人,傳統上我們認為 比較仁慈首例 比較專注 這是好處 花心的機會 容易對你專注 但問題是 太專注時 你會覺得有種束縛 最好大家互相扶持 溝通多些 不要產生誤會 亦沒有問題 火又怎樣 火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比較熱情 但比較急躁 急躁時會快人快雨 有時衝口而出,難聽一點 行動就風風火火 說風風雨 太急,你就要跟她在一起 如果同步到 很多枝多彩 不會悶到 但如果你是好症 你就自己想 要不你跟她 要她跟你也會難的 其實是這樣的火 土比較中間 土內涵豐富 心中優惑萬千 你沒想到她肚不動 就默默獨獨 但人家可能內心很豐富 隕藏 你要發掘 藏而不露 朴實無話 外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在相處時 發覺和關蓋珍珠很厲害 或者某方面很有才情 也不定 你就要有些內心 去相處 去了解 這樣就可以了 簡約說 都這麼複雜 遲些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除了以上這些 有些特別的戀愛 近年也比較多 就是亡年戀 亡年戀不是 亡年戀 亡年戀 如果發展亡年戀 八字又會否看到 其實亡年戀是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八字很簡單 其實就是 所謂亡年戀 什麼叫亡年戀 如果你告訴我 在你心目中 怎樣才叫亡年戀 其實可能是一個 年紀相差很遠 男女就沒所謂 很遠有沒有一個歲數 你認為是多少歲 如果說到亡年戀 對 我還是要二、三十歲那種 那又不用這麼大 在我們 超過十年、十多年 超過十年 對 因為現在已經 特別是現代社會 十幾年一代 已經有代溝了 對不對 亡年戀在生命戀 非常簡單 男生就是用偏才做妻星 女生就用七殺做父星 最容易出現 夫妻的歲數 或者情侶的歲數 是相差很大的現象 就是一點都不複雜 用偏才或殺 如果雜了, 或者需要透過嗎 雜了就不是 我的意思是 譬如男生沒有正財 只有偏才 不管他坐在哪裡 不用透乾通筋 女生就用七殺 不管他坐在哪裡 不用透乾通筋 總之沒有觀用殺 明白 其實很多時候說到感情很複雜 我們工作也說努力 應該也會得到一些成果 有時候感情 無論你怎樣努力 可能也未必換來一些成果 不過不要緊 我們人生有很多風景 我們沿途欣賞風景 不要將雀眼永遠放在感情上 好, 待這時候 先去解讀一下觀眾的內訊 這位觀眾想問女觀眾 問她的八字命綜 究竟是屬於新約還是從隔 而且因為她結婚了 想知道自己的婚姻 感情會怎樣 就是這樣 這位觀眾是女生 她是瑜伽 她是呼聲合日主, 是吧 是 其實在命理上 我們說這是一個恩愛之象 就是這樣 但她屬於新約還是從隔 我先說一下這個特點 這是一個暗棺菊 是 自有醜 即是暗棺菊 好 好, 這瓶餅滿盤二檔 只剩下一個印筆 但是主意全都是財官 是 雙食 所以這個不能夠入真蟲格 只可以是假 因為餘氣太多了 是的 但那些餘氣不能夠阻止它去蟲 因為不是月齡 月齡是食材 所以就是假蟲 對, 所以這是假蟲格 假蟲格的話 我們也知道 蟲格喜歡是雙食財官 這些起臣 但因為這個財 就不夠雙食蟲 成之命是雙食蟲 雙食蟲有財 已經通了關 但問題是 她有一個暗棺菊 天罡官司合日主 她的分享狀態 因為她說是二婚 二婚的話 其實是丈夫是好的 但問題是 可能是從隔的人 可能是特別一些 會不會她又會覺得 可能有其他要求呢 希望觀眾可以有時 感情婚姻 珍惜一下 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有時我們也說 你冒而回首最好 其實已經在身邊 這位觀眾 是觀星合日主 非常美滿 如果各位觀眾都有問題 想請教唐忠聖師傅 不妨可以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comment at towers.tv 又或者寫信給我們 這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預告會是甚麼節目 會從八字認識一下 一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記得要留意我們的節目 這集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